大家好,歡迎來到我們日更頻道,今集我們繼續睇吓跟疫情相關的謠言資訊,大陸放寬防禦政策,但是很多市民因為初期家裏沒有退消藥搶藥,後來甚至有謠言出來說會討厄,現在會討厄, 現在去買紫柯藥,這些買藥問題還未解決得到,但是現在又有一個新謠言出現,今次搶什麼呢?是要搶紙尿報,是成人的紙尿報誇不誇張呢?現在是一片難求,甚至乎他們買不到血氧而就開始搶購這些智慧型手錶。 《人民日報》的網上報道說道,上海中醫藥大學危急重症研究所所長方邦江教授說道, 臨床上一般病毒性感冒亦都會導致吐心、吐吐、肚痛或腸胃型感冒症狀,所以染疫肚痾是一個正常病理反應,叫大家不用驚慌,不用幾人休天,不過網路上流傳。 上海三號就已經出現一個壓變種病毒株XBB1.5的病例,亦都在講緊,會感染了之後,會無意識之下去吐吐、賴出來,呼籲大家去團職指尿庫,於是這個指尿片成為現在中國市民團職的最新目標。 而在之前就有個留言就講緊,就說了,這個新病毒株很容易搞到你肚子,就叫大家去買蒙脫石散,甚至乎買到蒙脫石散已經斷貨一合難求。 但是我們看回現在大陸工信部就已經號稱24小時生產藥物了,全國的退消藥日產量可以去到1.9億片,比12月初增加了4倍。 但是有部分偏遠地區,他們仍然面臨著一個買藥比較難的情況。 其實大陸現在是處於一個很容易被這些謠言去煽動亂禁買東西的情況,因為大家對於未知有一個恐懼感。 現在部分人有機會利用了這些人的恐懼感去販賣恐懼感,等到人們不停地去買東西。 而最簡單可以醫治他們自己恐懼的方法就是去搶藥,或者是搶這些不同的防疫用品。 因為他們只會覺得搶完之後自己就百毒不侵。 譬如現在血氧兒也是有人搶的,90元一個就炒到300多元,甚至現在是搶這類這樣的智慧型手錶。 甚至乎剛才說的血氧兒是可以炒到人民幣過千元的。 其實最後誤信這些謠言的情況下,大家只不過是無差別地變成了一個韭菜去任人收割。 好了,那今集和大家看到這裡先,大家有什麼想說呢? 下面留言吧,下集再見吧,拜拜!